好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地面工程 那么地面工程首先第一个 我们强调建筑地面的分类 建筑地面按照它所选用的材料的不同 可以分为这种整体面层 板块面层 还有呢就是木竹面层 这种质点如果考核的话呢 它适合考选择题 下列哪种面层属于整体面层 下列哪种面层属于板块面层 那么这里呢我们突出的话 是让大家记整体面层这几种 整体面层这几种 说了很多 比如说水泥混凝土 混凝土面层 水泥沙浆面层 水磨石面层 硬化耐磨面层 防油肾面层 不发火防暴面层 自流瓶面层 涂料面层 塑胶面层 还有呢就是地面辐射供暖的整体面层 这是我们所说的整体面层有哪些 那么在这里呢 作为你像这种水磨石面层 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防油肾面层 以及不发火的面层 这个呢用的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你说这种混凝土啊 水泥沙浆啊 包括这种硬化耐磨 包括自流瓶啊 涂料 橡胶 包括地暖辐射供暖 这几种事实上现在都还在广泛实用 第二 关于木墙 木墙的施工工艺 木墙的施工工艺 那这块内容呢 和我们去年教材相比较 它删减了很多 它进行了很多质点的合并 这块质点呢 相对来说 是我们装饰工程中比较难的一块 你像我们说到这种抹灰 吊顶 包括镶贴 这个呢和我们平时啊 实际工作 包括 大家不管搞不搞这个专业 自己家庭搞装修呢 都联系比较密切 就是说比较熟 看的也比较多 也比较好理解 但是木墙不一样 木墙呢 它强调专业性 从木墙的设计到施工 必须进行专业设计和施工 必须得有相应的资质 你才能设计 相应的资质 才能够进行施工 所以说这块 一般在我们实际施工的时候 都要进行专业分包 一般都要进行专业分包 那么这块内容 是我们整个装饰中的难点 但实际考试的时候呢 这块质点考的比重 也不是很大 从今年教材来说的话 内容又删减了不少 好了 我们看这样几个要点 一个是材料进场 那么材料进场 针对于这个木墙中的相关材料 你看它是这么约定的 材料进场 应该由施工单位 汇通监理或建设单位 进行验收 那么验收的主要内容 大家看一下 验收的主要内容 这是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备过的 包括什么呢 包括产品的合格证 质量保证资料 同时呢 要对其外观质量进行抽查 并且呢 填写质量检查记录表 并由施工 监理建设单位 进行签词 这个检查内容 大家注意 不光是针对木墙工程 它是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答案 不管是考到任何一种材料 在让你写 进场时要检查那些内容的时候 这段话都可以用 你都可以先把这段话写上 然后再进行补充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 这段话一定要备过 它不光是针对木墙 我们绝大多数材料 也都是这样来进行的 后面对后置埋件的验收要求 那我们木墙呢 它有这种预埋件和后置埋件 那么说到预埋件的话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固定的这种 毛板 钢板 一般呢 是在主体结构 施工阶段和钢筋一块进行绑扎 这叫预埋件 还种呢 是后置埋件 就是在主体施工完毕之后 在主体结构上进行固定 在专门做这个毛板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置埋件 在这里呢 作为后置埋件 也是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一种 它验收的时候 几个验收要点 第一个 后置埋件的品种 规格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毛板 这里应该是毛板 应该是毛板 毛板和毛栓的材质 包括毛栓的埋制深度和拉拔力 是否满足要求 再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化学 毛栓 它的毛固 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这是我们所提到的 这几个和后置埋件 相关的验收要点 你看我们这也给大家提供几张图片 比如说我们这种平板型的钢板 或者说是这种槽型的预埋件 这可以都是在主体施工的时候 就提前预埋好 打混凝土的时候呢 就把它直接固定了 那么这种毛板 你要注意 它有这种毛钩的 这个毛钩是要固定在我们的主体结构内的 当然我们现在呢 还有很多后置埋件 后置埋件先用的最多的 就是这种化学毛栓 化学毛栓 就是说我在主体生物完美之后 先正常打眼 打眼之后呢 把这个眼内的灰尘清理干净 然后呢 把这个化学毛栓 这个玻璃瓶 把它塞进去 塞进去之后呢 再用这个螺栓 把它捅破玻璃瓶塞进去 它这里呢 会发生化学反应 然后呢 有这个交接 有这个粘接剂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螺栓 紧紧的粘固到这个孔内 然后呢 我们再用毛板 我们所说的木墙 那么在这里呢 主体结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所说的两层之间的交接位置 这个位置一定要做什么呢 注意一下这个说法 再一个呢 主体结构呢 应该有水平均压环 一般水平均压环呢 和建筑物有关 不同建筑物呢 它的水平均压环的设置呢 要求不一样 也叫做等电位的连接线 是我们正常安装上 和方类有关的一个具体要求 在这里呢 针对于这种水平均压环 看好了 我们针对于我们的这个木墙的立柱 作为这种木墙立柱 一定要通过这种预埋件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种圆缸 或者说是扁缸 要和这个均压环呢 进行连接 进行连接 那么形成什么呢 形成方类的通路 这有个规格要求 比如说这个圆缸 直径 一般呢 不要小于12 扁缸呢 扁高的截面呢 不要小于5乘40 作为壁垒接地 每三层与均压环相连 第五 兼有防雷功能的木墙 压顶板 亦采用厚度不小于3毫米的 铝合金板材 我们用的最多的 就是利用那种铝蛋板 厚度呢 不要小于3毫米 再一个 第六 在有镀膜层的构建上 进行防雷连接 应该去除其镀膜层 注意关键词 去除 第七 不使用不同材料的防雷连接 应该避免产生双金属腐蚀 比如说一般我们会在 金属材料和金属材料之间 加上一个这种塑料的 或者是橡胶的垫片 防止发生金属腐蚀 这是我们所说的和防雷相关的几个 最后一条 稍微注意一下 防雷构造连接 应该在 应该进行什么样 隐蔽工人验收 要进行隐蔽工人验收 这是相关的和防雷 有关的几个构造要求 大家要注意这个关键数字 和关键词的记忆 好 针对装饰装修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节能 节能这一块 这属于我们今年教材的新增内容 我们要求大家引起粗固的重视 就是节能工程的施工 首先我们看一下一个基本的要点 节能 建筑节能 大家首先得知道 建筑节能是一个分布工程 节能只要验收不通过 是不能进行进行进行工验收的 节能是一个分布 在这里 这个节能分布可以分为五个子分布 你看好哪五个 第一个维护系统 第二个就是供暖空调设备和管网节能 第三个是电气动力节能 第四个是监控系统 第五个是可再生能源 一共包括这五个子分布 那细看下来呢 实际上只有第一个维护结构 维护系统节能 和我们这个建筑专业是相关的 只有这一个是和我们建筑专业是相关的 那么大家要了解 作为这种维护系统节能 它包括哪五个分项 墙体 墓墙 门窗 屋面 还有呢 就是地面 实际上呢 你在理解的时候怎么理解啊 就理解为我们整个建筑的外维护结构 墓墙 没问题 墙面 墙体 没有问题 再加上门窗 三个了 再加上屋面 以及什么呀 地面 就是整个外维护结构 看好这是地面 不是楼面 不是楼面 说的是地面 所以说呢 实际上就是指的 我们整个建筑物的外维护结构的六个面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污面 污面 污面节能 污面节能呢 我们实际施工 用到的污面的保温材料 最常见的 你看数量列了几种 第一种呢 是剧本版 就是我们所说EPS版 再一个呢 就是居然质发炮 啊 这个保温层的厚度 一般控制在25到80 啊 25到80 节能的设计要点 节能设计要点呢 大家首先注意这一条 就是呢 我们这个保温层厚度的确定 保护层厚度的确定啊 这个呢 是由设计院通过计算求得的 那么他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 来共同决定 这个保温层到底是多厚合适 比如说他的建筑物的耗热指标 啊 如果你规定这个建筑物的能耗比较低 那这个要 这个在计算的时候 那他肯定要考虑 再一个呢 就是屋面构造 屋面构造 啊 就是你不同的屋面 那么选用的这个保温材料 包括保温材料的厚度 都是有区别的 啊 屋面构造 你同样是这个屋面 你有可能你做的是啊 混凝土的屋面 还有可能做的是物质的 木质的屋面 还有可能做的是金属屋面 等等 那么不同的屋面 那么他的这个构造要求 对应的对于保温的要求 肯定不一样 再一个呢 就是保温材料本身 我们说过了 保温材料 什么样保温材料 导热系数小于0.14的 才叫做保温材料 那不同的保温材料 因为他的传热系数不一样 导热系数不一样 那么他的保温层厚度 肯定不一样 同样的指标 同样的要求 那你这个保温材料的 传热系数越小 那么他的保温层厚度 就会越薄 对吧 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再往后 就是当地的室外温度 包括室内的设计温度 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从 比如说从北京 做外这种保温 和上海南做这个保温 那要求肯定不一样 因为它室外温度 从那摆着呢 它室外温度从那摆着呢 所以说这个内容 监理包括建设单位 一定要替施工单位 八号关 因为你这个材料本身 如果复检指标不法 主要有这样的三种 哪三种呢 干谱法 粘贴法 还有呢就是 机械固定法 那我们鼓励呢 还是鼓励这种干谱法 冬天如果下雨 是先穿雨衣 还是先穿羽绒服 这样你就能够想明白了 好 我们按照倒置式无面 它的基本的构造 我们由下而上 先做结构层 无面板 再做找坡 再做找平层 然后做防水层 然后才做保温层 最后进行保护层 这个保护层呢 事实上就是 我们所说装饰面层 这个保护层 不能够起到 保护保温层的作用 一下雨的时候 保温层就会被浸泡 保温层一旦被浸泡了 一旦有水了 那么它的导热系数 就会增大 导热系数增大了 它也就不是保温材料了 所以说也很好解释 好了 针对于倒置式无面 大家看好 坡度不要小于3% 坡度不宜小于3% 这个呢稍微注意一下 再就是注意这一点 作为倒置式无面 它的设计厚度 保温层的设计厚度 应该按照计算厚度 增加25%取值 且最小厚度呢 不要小于25 注意一下数字25的记忆 第三点呢 就是作为这种 低女儿墙和山墙的保温层 应该是铺到压顶下 就是说呢 你要保温层 最好都要上翻 上翻的女儿墙以上 因为我们女儿墙 最上面不是要做压顶吗 一般呢 要铺到压顶下 然后呢 高女儿墙或山墙 内侧的保温层呢 应该铺到顶部 那保温层应该覆盖 变形缝 挡板的两侧 一般的我们都是 先做完保温层 然后呢 上面再做卷材 再做这个盖板 再做盖板 好了 这是这块 然后呢 注意一下最后一个 保温层 板材施工的时候呢 这个坡度 不要大于3% 作为这种不上无面呢 可以采用干扑法 如果是上无面的话呢 采用粘结法 坡度呢 不大于3% 而且呢 采用的是粘结法 注意一下 这种不上无面 和上无面 坡度都是一样 都是 坡度 坡度 有区别 坡度的话 就是保温层的话 针对于 非上无面 不上无面 坡度呢 不要大于3% 如果上无面的话呢 让它坡度大于3% 这个3% 在注意的时候呢 稍微区别一下 不要记错了 第四 种植物面 那么种植物面呢 现在也是我们 针对于绿色建筑 提出的一种物面 比如说在物面上 种植被 物面种植被呢 就是说 它带来的好处呢 就是能够 从这个 节能 包括这个绿件的 相应的指标 是能够满足的 但是呢 这个呢 强调最多的 就是在物面上 做植被的话 一定要注意 卷材的选用 因为我们这个植被 它的根系比较发达 那么很容易呢 就是说 穿透我们的防水卷材 造成渗漏 所以说 一般我们在做这种 种植物面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防水层的选择 防水材料选择 一般 这个防水材料 一般我们都得用什么样 耐穿刺的 一般都要用耐穿刺的卷材 就是说 如果你用常规卷材的话 那么这个根系 很容易把卷材穿透 一旦穿透的话 那这个 防水卷材也就失效了 那么作为这种耐穿刺的 这种防水卷材 你看一下 它的具体厚度要求 一般呢 不要小于4毫米 一般不要小于4毫米 那你要注意数字的 机 再一个呢 就是了解一下 作为种植这种平屋面 它的基本的施工顺序 就是从下往上 比如说 先做基层 再做隔热层 再做找泡层 然后呢 做普通的防水层 再做耐穿刺的防水层 相对于耐穿 耐穿刺的防水层呢 保护这种普通防水层 那这个顺序一定不能电脑 你要先做耐穿刺 再做普通的 那普通的是没有任何用的 没有任何用的 再一个呢 就是做保护层 还有呢 就是做排水层 做过滤层 以及种植土层和植被层 这是我们做种植物面 它的一个基本的施工顺序 大家要了解 尤其注意 就是这里 普通防水层和耐穿刺防水层 谁在下 谁在上的问题 第二 强体节能工程 这个强体节能工程 在我们这个教材上 虽然是新增内容 但是呢 可考的和施工工艺相关质点 并不是特别多 主要是集中在防火隔离带上 那么它前面呢 主要介绍的几种保温体系 节能保温体系 比如说 第一种介绍的是外墙外保温 那么作为这种外墙外保温 我们这里主要让大家了解 就是说 在实际施工的时候 所用到的材料 最常用的材料 就是这种EPS的 最常用的就是这种EPS版 大家首先得知道 用EPS版 然后呢 作为这种EPS版 我们呢 一般是用粘接剂 粘贴到这种外墙的基层上 然后呢 EPS版上 然后呢 我们再做什么呀 再做这种 那个 抹面啊 而且呢 是这种 它和保温板 配套的 这种粘接杀精 为了防止开裂呢 一般呢 我们在抹面的时候呢 肯定得挂这种 波线网 有些局部 需要特殊的位置 我们还有多挂 几层安全网 波线网 再有呢 就是注意这句话 那为了保证 EPS版和外墙基层的粘接牢固 对于高度 大于20米上的建筑物 我们还要使用毛栓 这里呢 它专门提到一个数字 20米上的 还要用毛栓 这个呢 还比较重要 还比较重要 就是正常化 我们都是用粘接剂 粘贴保温板